Hello大家好,我是陶韵 我想问一下大家 一位离婚的单身宝妈带着女儿生活 不结婚,单身有罪吗? 今天中午被一位男粉丝性骚扰了 他问我第一句话就是 见面好吗? 我问他为什么要见面呢? 因为我要工作 我不是坐在家里面等着别人来养 吃闲饭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找我合作 或者是找我干嘛的话 没有必要见面是不是? 然后他第三句话就跟我说 我喜欢你,嫁给我好吗? 连面都没有见过 就开始问我谈困论嫁了 我觉得这种男人非常的肤浅 你知道吗? 你给我第一印象 就算没有见过面 我已经从脑海里面去排泄你这种人了 因为如果你是正正经经来跟我交朋友的 或者是谈对象的 你可以用你的诚意来打动我 或者是平常生活这样 从朋友做起这种的话 我还会尊重你 像他这样的话我真的是直接拉黑 后面他真的是越谈越离谱 我才把他拉黑的真的 我说我不是找对象的 你找错人了 然后他又给我打出感情牌来 又说平时跟我买了多少茶叶 又说给我买了衣服 然后我说茶叶的话 我没有上架到头条小店上面去 衣服的话因为这里几个月转季 广东这边的话 现在秋天还像夏天那么又 这两三个月的话 除了一些微信上面下单 买服装的那些的话 在店铺里面下单服装的那些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了一下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又说我就反驳他这两样都不可能 然后他就跟我说笋肝总会有了吧 你好好想一下 我有两个号他说 这个号你不认识我 还有另一个大号 我不管你是我的老客户也好 新客户都好 你以前光顾过我的 你对我的支持我是非常感谢你的 但是并不代表说你在我这里成为我的顾客 帮我购买了我的产品了 我就必须要 就是出去奉陪你啊 那是不可能的真的 因为我不是这种人 我哪怕在我生活最低谷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过要走歪路 所以呢你真的太小看我了 我的抗压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管我是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曾经真的落魄到无家可归 我也没有想过让男人来养我 真的 我也是靠我自己的 就是打拼一步一步的走上来的 虽然我现在的生活 也不能说很好 但是呢 起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可以养活我 跟我的女儿 勉强还能过得去吧 但是你说 让我出卖摄像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就算你有钱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啊 唉 说到最后面 让我最气愤的 他竟然帮我当作妓女 他说让我陪他一个晚上 给我2000块钱 有钱不是了不起的 你知道我是怎么样跌倒的吗 我就是太重情义了 如果我不重情义的话 你2000块钱 哪怕你2万块钱你都买不到我 真的 钱是 真的有的人呢 性格 可能我的这种人啊 性格比较强烈一点 所以呢 我宁可 就是 从到当乞丐 我也不会去做你想的那一种人 所以你看错人了 呃 如果男的话 你想要找女朋友 或者是找老婆的话 不是这样去找老婆 或者是女朋友的 真的 你要用诚意去打动别 不要给人第一印象 就感觉你这种人是渣男 龌龊 就是这样的话 你给人第一印象 你就真的被人淘汰掉了 我的话 我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平时想要跟我做朋友的话 你就大大方方的跟我做朋友 然后也想要找我 我谈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跟我谈正经的谈 不要谈那些 真的是无关痛痒的那些事情 我感觉对于我的 真的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他说看见你带你的女儿那么辛苦 我辛苦 我也是值得的 我也是开心的 因为我赚的是干净的钱 我赚的是辛苦的钱 而不是你这种龌龊的钱 所以 后面有朋友建议我 他说你要小心一下他来报复你 我觉得这种人应该要曝光 不是说你看见他你就害怕 我这里的住籍的话我也不怕 因为我现在犯了一个房东 这个房东的话 他两公婆轮流来看守 现在连外卖员都进不来的 所以你说你要对我造成什么样的伤害的话 我会报警的 互联网不是法外基地 请你多珍重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请给我点要关注